好 先来介绍一下BT5的第七个部分密码破解 然后呢一共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无线密码破解和Sysco的在线密码破解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无线密码破解这个部分 首先呢你这里有这张网卡 这张网卡呢必须是WISE的USB网卡 不能够是内建的啊 特别是笔记本 内建的网卡是不好使的 因为你要用虚拟机来对它进行破解 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在这个VM 可移动设备 可移出设备这个地方 你要把一张网卡给连接进去 当然现在已经连接进去了 所以说只能点Discount Net 你发现我有很多张网卡 不是说每一张网卡都能够支持的 那么你要把它在这个地方连接进去 连接进去之后呢你IP Config 就能够看到 如果说没有看到 你可以-A也能够看到它 如果它没有默认没有up 你可以W0up给它起起来 那么当然了 我现在呢很明显这个网卡是好的 对吧 好现在呢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现在来进行破解 首先要有一张靠谱的外置的网卡 你连接进去之后呢 BT5能够帮你识别出来 紧接着呢 紧接着呢下面 就开始来监控 开始监控 开始监控 对WLAN0进行监控 紧接着 我们开始对这个网络进行抓包 抓包 抓包文件呢 输出成为名叫test 这么一个文字 这一个名字 名叫test的这个名字 先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一个全网的 所有的进行一个抓包 我们来看一下 所有信道进行扫描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概有些什么样的SSID 但比较有名的 当然是有两个SSID 是我们的teacher和student 是导致是导致的 导致是导致的 导致是导致的 我们这个公司只能够 对导致导致的生效 对导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呢 我们要对我们的这个 YesLab Students 这个SSID呢 做一次密码的破解 密码呢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个密码是 YesLab CCIS的密码 那么通过这个观察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Students是五号信道的 所以说呢 我们改到五号信道去监控 改到五号信道 他们去监控 好 这个可能要等一段时间 然后呢 下面呢 就能够看到 关联到这个 student相应的这个用户 可能花点时间啊 要找到一个 已经关联到这个 student用户 好 很明显啊 这已经看到一个 再等会儿 再花点时间 来观察 哪些用户是关联到这个 student上面去的 好 紧接着下面的任务呢 就是 进行Dios攻击 那么 那么L 重 重 重放 然后呢 做Dios攻击 做五次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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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的 骂个例子 A P的骂个例子 A P的骂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student 就在C0 A的骂个例子 就在C0那个 这是A P的 这是A P的骂个例子 杠C 这是我们的客户的 骂个例子 我们找一个比较多的啊 这应该比较多 这是我们的 呃 这是我们的student 的时候复制 然后我们粘贴 呃 紧接着呢 就是 啊 这应该就完了 做五次 这个Dios攻击 好 巫师Dios攻击 之后呢 你应该就能看到这个握手 WPA的这个握手 握手了 基本上就可以进行 暴力破解了 呃 下面呢 那有了握手之后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字典文件 要能够成功的破解 首先要有一个 靠谱的字典文件 这个字典文件呢 有个类件的 当然呢 你也可以用一些 网上下载的字典文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字典文件是比较大的 字典文件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字典文件 打开箱 就要花了时间 能不能够很快的 成功的破解 关键看你的密码 有没有出现在我的字典文件里面 这个字典文件呢 如果说要真正的攻击的话 可能需要一个很大的字典文件 当然呢 我们今天会很快就结束 因为我的标准答案已经出现在这个字典文件里面 所以说一会算起来呢 会比较快的 当然我这只是为了上课啊 你们在这个操作当中 可能需要一个较大的字典文件 会花一个较长的时间 才能够把这个问题给搞定 好 简单介绍了字典文件之后呢 下面就可以进行 开始 暴力破解了 搞 W 就用字典文件 нить 那个字典文件 嗯 然后呢 用名教 test 名教 test 88 -新.cap 我们刚才不是产生的文件是名叫test吗 它都会产生名叫test-1.cap -2.cap 我们就这样用它 然后进行运算 这个时候呢 它问你应该破 你想破了一个SSI呢 你看这是一个握手吧 你就选它1 然后它就运算 然后因为我的这条文件是很靠谱的 而且我的密码是摆在前面的 所以说呢 你发现很快就算出密码了 当然呢 实际操作的时候呢 可能要根据你的密码 和你的字件文件的大小来 可能9952有所不同了 好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 无线的这么一个破解 首先你要搞得一个靠谱的 USB的外置的网卡 把它连到里面去 然后按照我的一系列的操作呢 只要有一个靠谱的字件文件 只要你的密码在这个字件文件里面 就能够比较快速的对它进行破解 所以我记得像这个字件文件 就会变到我们的简单的 一样的简单